欢迎大家收看美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在回应致命袭击时面临着艰难的政治选择 尼基、哈利可能要小心称国会为养老院 特朗普能否阻止两党达成的移民协议 共和党现在表示可以无视最高法院可能是可以的 在美国最重要的选民似乎是最少的人群 请大家收看 拜登在回应致命袭击时面临着艰难的政治选择 华盛顿邮报 拜登总统正在考虑如何回应一次无人机袭击事件 导致三名美国军人丧生 美国认为这次袭击是由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所为 拜登希望避免卷入中东更大范围的冲突 尤其是在面对一位已对伊朗强硬立场著称的 共和党对手的艰难连任竞选 目前尚不清楚拜登计划如何追究责任 美国官员表示 这些士兵是作为打击ISIS任务的一部分驻扎在约旦 他们的存在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无关 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 以回应他们在阿拉伯半岛附近袭击船只的行为 胡塞武装表示 他们发动袭击是为了支持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共和党批评拜登对无人机袭击没有更快做出回应 一些人呼吁对伊朗进行打击 尽管其他人则建议针对伊朗的周边目标 如其石油出口基础设施或海军 民主党人敦促谨慎行事 同时批评拜登没有更快做出回应 在美国军任丧生之前 民主党人对拜登处理以色列加沙战争的方式更为批评 而共和党人则赞扬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 美国一直在努力阻止以色列加沙战争 进一步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 尼基 哈利可能要小心称国会为养老院 华盛顿邮报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 哈利 将国会描述为美国最特权的养老院 尽管与大多数候选人相比 国会更依赖于年长选民 由于注册共和党人的平均年龄偏大 老年现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 倾向于大量投票给唐纳德 特朗普 然而国会的年龄显著高于特朗普选民的平均年龄 众议院和参议院成员的中卫年龄为60岁 特朗普能否阻止两党达成的移民协议 华盛顿邮报 拜登总统意识到美墨边境涌入的移民潮 对他来说是一个政治负担 他一直愿意满足他们的许多要求来保护边境 但现在由于唐纳德 特朗普尽力阻止这一协议 共和党人正在退出 共和党现在表示可以无视最高法院可能是可以的 华盛顿邮报 共和党人越来越愿意无视法治 一些人甚至认为可以无视美国最高法院 例如上周最高法院裁定联邦当局可以移除德克萨斯州 在美墨边境设置的提斯网后 德克萨斯州众议员 齐普 罗伊 RTX 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条标题为 德克萨斯州应该无视他的推文 此外 俄克拉和马州州长 凯文 斯蒂特 RT还表示 如果最高法院判错了 宪法将凌驾于最高法院之上 这些言论为未来与最高法院的冲突奠定了基础 尤其考虑到共和党最近对法治的漠视 在美国 最重要的选民似乎是最少的人群 华盛顿邮报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显示美国选举结果的县级地图 给人们呈现了一个误导性的国家政治格局 通过按照选民比例来缩放地图 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数人口密集地区在地图上占据了大部分蓝色区域 例如纽约曼哈顿的每个选民仅代表0.02英亩 而德克萨斯州洛文县的每个选民则代表近6500英亩 因此 县级地图夸大了共和党选民的主导地位 揭露滥用行为的知名记者约翰·皮尔格去世 享年84岁 华盛顿邮报 著名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约翰·皮尔格·张皮尔德 因揭露国家授权的暴行和侵犯人权行为而去世 享年84岁 皮尔格的工作重点是揭露政府的不法行为和腐败 他周游世界报道越南战争、柬埔寨种族灭绝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等问题 他的报道赢得了众多奖项 但也因被指控存在事实错误和偏见而受到批评 皮尔格被视为一个激进分子 受到他的左翼政治观点驱使 皮尔格以蔑视主流媒体记者而闻名 他指责他们是富人和权贵的喉舌 他认为记者不仅应该是传递者 还应该了解信息背后隐藏的议程和神话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皮尔格凭借他的纪录片和报道获得了许多奖项 包括皮波迪奖和国际爱美奖 他还荣获了悉尼和平奖 然而皮尔格的报道受到了批评 一些人指责他让自己的政治观点影响了他的工作 批评者认为他忽视了雨果 查维斯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等领导人的滥用行为 并过分归咎于西方大国对柬埔寨种族灭绝的责任 皮尔格的新闻声誉受到了重大错误的损害 其中包括1991年一起诽谤案 他被发现诽谤了两名前英国士兵 在另一起案件中 他被指控捏造了一个关于泰国同工的故事 尽管他的工作引起了争议 但皮尔格的崇拜者认为 他是一个勇敢而宝贵的时代见证人 他为释放朱利安、阿桑奇、朱利安·阿桑奇进行了努力 并主张引渡维基解密创始人将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 佩洛西因暗示清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俄罗斯有联系而受到谴责 亚胡 前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暗示清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可能与俄罗斯和总统弗拉基尼普京有联系 佩洛西呼吁联邦调查局调查参与进步运动 向拜登政府施压支持加沙停火的抗议者 这番言论引发了活动人士和反战抗议者的强烈反对 他们指出民意调查显示 大量民主党人支持呼吁加沙停火 并同意以色列正在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灭绝的说法 美国国会谈判代表就12项政府支出法案达成协议 共和党人 南华早报 美国国会的两党谈判人员 也就需要通过的12项法案的支出水平达成一致 以避免在3月份发生政府停摆 共和党议员表示 这一协议是继共和党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和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数莫就2018财政年度的1.59万亿美元的自由财量支出水平 达成一致后的下一步必要措施 国会将不得不通过这12项法案来为政府提供资金 并避免联邦机构的部分停摆 美国有34.4万亿美元的国债 由于财政部承担了沉重的利息支付 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联合国救援和工程署安罗尔是有罪还是不幸 经济学人 联合国救济和工程署安罗尔正面临危机 因为包括美国和德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冻结了捐款 原因是有指控称该机构在2020年10月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中 至少有十几名在加沙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 安罗尔表示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将不得不在2月底停止运营 该机构过去曾面临争议 包括被指控在学校教科书中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 并在其学校发现哈马斯存放武器 在拜登关闭边境的承诺中 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政治转变 CNN 美国总统乔拜登发誓 如果国会授予他新的权力 他将立即关闭边境 拜登正寻求重启一项两党协议 将新的边境权力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额外军事援助相结合 总统愿意做出让步 表明他愿意达成协议 而他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 特朗普则试图将移民问题作为竞选议题 特朗普曾发誓 如果当选 他将成为一天的独裁者关闭边境 拜登请求的新的永久权力 与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临时新冠疫情时期限制相一致 负责该协议的两党参议院小组 尚未发布协议的具体内容 然而 拜登在最近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露面中指出 该协议将包括使移民更难在美国寻求庇护 并加快移民法庭对庇护案件的处理速度 我们不寻求另一场战争 美国将如何回应在约旦杀害其军队的无人机袭击 澳洲ABC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三名美国军人 在约旦的一个军事前哨 遭到无人机袭击身亡 约40人受伤后 正在权衡他面前的选择 这次袭击被伊朗支持的组织真主党声称负责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伊朗在背后将对此负责 发言人补充说 美国将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和时间回应 并将以总统作为总司令的方式进行 据报道 杀死约旦美军的无人机被误认为是美国无人机 南华早报 据美国官员称 一架美国无人机被误认为是敌方无人机 后来导致三名美国士兵死亡 数十人受伤 当一架美国无人机返回同一地点时 敌方无人机被允许通过 白宫拒绝对这一发现发表评论 但拜登总统与国家安全团队 会面讨论了这一情况 这次袭击给已经紧张的中东局势 增加了另一个复杂因素 因为拜登政府试图阻止以色列加沙战争 扩大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 中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讨论警务和安全合作 日经亚洲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星已与中国展开早期谈判 就一项潜在的安全与警务协议进行讨论 中国已向巴星提出帮助警察部队进行培训 提供装备和监控技术的提议 巴星政府将评估中国的提议 是否重复了澳大利亚和美国 已经提供的安全与警务援助 中国是巴星的重要经济伙伴 但巴星希望避免危及 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关系 唐纳德 特朗普 朱尼尔 布赖恩 坎普和格伦 杨金将主演华盛顿与理大学模拟大会 亚胡 唐纳德 特朗普 小特朗普 弗吉尼亚州州长格伦 杨金 和乔治亚州州长布赖恩 坎普将在华盛顿与理大学的模拟大会上 发表演讲 这是一个学生活动 过去经常邀请未来的总统和总统候选人 在白宫竞选结束后 回到佛罗里达州的家 德桑蒂斯仍然专注于华盛顿的问题 美联社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呼吁州议员推动修宪 寻求国会任期限制和平衡的联邦预算 德桑蒂斯表示 他希望对华盛顿进行问责 其他33个州必须加入他才能实现这些修宪 德桑蒂斯在暂停总统竞选活动两周后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这次发布会正值每年为期60天的立法会议 进行不到一半的时候 以色列文件声称联合国工作人员 参与了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 华盛顿邮报 根据以色列政府于周一向华盛顿邮报提供的情报文件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的十几名员工 涉嫌参与了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对以色列城镇的袭击 其中一些人积极参与了绑架行动 尊敬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本周的新闻充满了政治和国际事务的话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是拜登在回应致命袭击时面临的政治困境 拜登总统希望避免卷入中东更大范围的冲突 尤其是在面对一位已对伊朗强硬立场著称的 共和党对手的艰难连任竞选 拜登计划如何追究责任尚不清楚 但这次袭击事件再次凸显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脆弱性 接下来是尼基 哈利称国会为养老院的言论 这一言论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也反映出国会成员的年纪普遍偏大 这也提醒了我们 政治并不只是年轻人的事情 年长选民的声音同样重要 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热点话题 特朗普是否能够阻止两党达成的移民协议 也成为关注焦点 拜登总统希望解决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 但面临共和党的阻力 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 将继续影响着美国的政治局势 共和党人对最高法院的态度也引起了关注 一些共和党人表示可以无视最高法院的判决 这显示出他们对法治的漠视 这种态度的出现 为未来可能与最高法院的冲突 埋下了伏笔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 美国选举中选民数量少的地区 在地图上占据了大部分蓝色区域的情况 这再次提醒我们 少数人口密集地区的选民 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著名记者约翰 皮尔格去世 他以揭露滥用行为而闻名 他的工作为我们揭示了许多政府的不法行为和腐败 但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无论如何 皮尔格的去世对新闻界来说是一个损失 他为新闻自由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后 我们还关注到了中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警务和安全合作 中国提出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察部队进行培训和提供装备的提议 这引起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关注 这一合作可能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防和安全关系产生影响 这些新闻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政治和国际事务总是充满着变数和挑战 我们需要保持警觉并持续关注 请问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谢谢您的收看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才 Zap